其实在这个世界上,有很多人都是一样的,每天都在努力地工作很多时候,甚至是忙到半夜。 但收到的薪水,往往是和自己的付出不成正比。 估计很多人理想中的工作,差不多就是非常悠闲。 然后就是薪水非常高,可能差不多就是每天不需要做太多事情。 一天就忙个两三小时,玩玩手机一个月还是照样领那么多的工资。 那这样的工作,现实中真的会有吗? 正是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。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份工作。 可以说,它是苏格兰最一份悠闲的工作。 因为这份工作,只需要半年的时间,就能赚12万美元。 折合人民币大约80万,但却无人钱去应聘。 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? 毕竟能够赚到这么多的钱。 半年80万人民币。 这笔收入还是非常高的。 可以说,在这里工作半年去小县城差不多就能够买房了。 而且还是全款,还能够装修得比较好。 那为什么没有人做呢? 据了解这份工作的工作地点,是苏格兰的一个无人小岛名字,叫做汉达岛。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招管理员,工作真的非常轻松,就是在海胎上捡捡垃圾。 然后保护一些岛上的小动物。 但要求是需要长期生活在这座小岛上。 而且这座岛上,时不时还会来一些旅游团。 这时候你需要去给他们讲解一下。 虽然说这个比较麻烦,不过话又说回来。 有游客来了,可能就不会那么无聊了。 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,这份工作会很受欢迎。 但是让当地政府意想不到的是,过了这么久这份工作,还是没有人来应聘。 而很多年轻人表示,自己之所以不去应聘,就是因为这座岛上的网络太差了。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,可以没钱赚,但不能够没有网络。 所以想想没什么人去应聘好像也挺正常的。 对此有的网友说,个人觉得这份工作还是比较悠闲的。 如果可以我去享受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 而且时不时还会有游客来到这里。 也就是说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人。 可见这份工作,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孤单呀。 还有的网友说,如果有网的话,我可以考虑一下。 然后带上几个朋友一起,在小岛上抓鱼烧烤。 这样可以说是非常棒了。 带上两个朋友,然后一个人4万美元。 飞下来还是比较多的。 而且这样也不会孤单了。 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